主料,黄豆50克,花生20克,辅料,芝麻,核桃,枸杞,白砂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好食材,将黄豆,花生,核桃,芝麻浸泡一晚上,将浸泡好的食材用清水冲洗干净,放入豆浆机,加入水位线下的水,放入洗净的枸杞, 插上电源按下施豆键,好了后过立一下豆渣,加入了糖浸扣饮用,烹饪技巧,除枸杞外,其他食材要浸泡一晚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